我們來看到週六開始可以報稅了 今年報稅期間是五月一號到三十一號 維持一個月 但是星期六剛好是五一勞動節 國稅局不會營業 提醒民眾不要闖空門 而另外今年新增了手機報稅 還有行動電話認證兩項服務 民眾可以用手機 並且透過行動電話認證登錄 進行申報 不過財政部提醒 手機報稅有幾項限制 首先必須用本人的手機 連行動網路不能使用WiFi網路 再來手機報稅不提供編輯功能 如果要更正申報資料 必須改用電腦裝置 此外手機報稅也不能辦理延期 分期繳稅 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今年是首度要用手機來報稅 一定要多加注意